看过我不是要生的人,应该都会记得其中的一句台词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韩国 穷小子宋佑硕便是靠自己治好了这种穷病 彼时,他只是一个从釜山商业高中毕业的低学历者 虽然整日在工地上拼死工作 却连妻子分娩住院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时不时还要靠岳母接济 在连续欠了开汤饭馆的顺奈嫂一个月饭前后 佑硕实在无力偿还,只能选择狼狈逃单 大儿子的出生,尚佑硕坚定了出人头地的决心 凭借多年刻苦自学,他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 并成为大田支部的法官 但就任一段时间后,他便发现 法官的职务根本无法满足家庭开支 为了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1978年,佑硕主动辞职 携家带口回到老家府山 向前辈经常币借了些钱 开设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主营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 70年代,正值韩国炒房热潮 不少人纷纷购置房产 司法部无力负荷如此巨大的交易量 便公开允许律师参与登记工作 像佑硕一样的不动产登记律师 也就应运而生 作为釜山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佑硕一无钱财,二无背景 全靠自己上街第三下四的发明片 才懒到了第一笔生意 不动产登记的缺口 让越来越多购房者 选择来到他的事务所进行交易 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经由金钱被引荐 佑硕录用了嫖东号律师 作为助手 想到家里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阁楼上还常常有老鼠出没 上一家人连觉都睡不好 佑硕便斥资 在自己曾经参与建设的楼房中 买了一套房子 只因当初他曾在这个房子的房梁上 刻下绝对不要放弃几个字 如今功成名就的他荣归故里 回到曾经淘单的汤饭馆里 请求向顺奈嫂偿还债务 但顺奈嫂笑着说 如今能看到他出人头地 便已经很开心 至于多年前的债务 是不能用钱来还的 只要佑硕以后多来走动就好了 听完这话 佑硕感动地爆出顺奈嫂 决定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从那以后 他每天都会带着助手东浩 光顾这家汤饭馆 即使东浩时而抱怨 他也不改初心 树大招风风汉树 神卫名高 名丧人 佑硕的成功 招来了不少同行的嫉妒 他们从一开始 看不起佑硕上揭发名片的行为 到后来纷纷效仿佑硕硕 参与不动产登记行业 神人都想分一杯羹 佑硕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少 还有一部分自是清高了律师 举着横幅来到右硕楼下示威 说他成了唯利仕途的小人 是律师界的耻辱 没想到 惊动了治安警察 以为他们是扰乱国政的反动者 便用烟雾弹将其轰走 韩国历史上 又一个动荡的时代就此来临 1980年 光州事件爆发 大批市民走上街头 呼吁民主的到来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韩国总统金斗焕 采取武力镇压方式 处死了几百名相关人员 短短几个月 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 一旦被军方认定为赤色分子 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 同年 春风得意的右朔 却两耳不闻窗外事 满脑子只想着赚钱 并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 而成为同学会会长 时隔多年 第一次参加同学会 兴高采烈的右朔 不顾天色已晚 将老同学们 邀请到了顺奈嫂 即将打烊的汤饭馆里 见此情景 顺奈嫂和刚刚成年的儿子 郑宇 连忙为他们张罗了一桌好菜 右朔也不知不觉中喝得半醉 此时 就职与釜山报社的老同学 润泽打开电视 发现上面正播放着一些 有关首尔大学学生 进行民主示威的新闻 对此 右朔嗤之以鼻 他认为 学生就应该在学校好好学习 想要通过示威改变时局 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逃学的借口罢了 顺泽听后大为不满 认为 右朔是因为没上过大学自卑 只顾着牟利 完全不顾及国家的未来 两个人意见不合 顿时扭打起来 聚会结束后 顺奈嫂帮助右朔 清理了一下伤口 正宇却因为意见偏向于 追求民主的大学生 而再度引起右朔不满 他将修理被弄坏餐具的钱 强塞给正宇 希望正宇停止这种言论 正宇不愿接受 右朔一时冲动 便说 他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才会这样没礼貌 一听这话 顺奈嫂勃然大怒 不顾往日的情分 直接将右朔赶出了家门 带着酒醒后的愧疚 右朔灰溜溜地回到了家 但赚钱 始终还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 眼看不动产登记 已经僧多周少 他决定转战税务方面 将自己在釜山商业高中 学到的金融知识 与法律知识相结合 成为一名专业的税务律师 连知名企业海东建设 都慕名而来 希望聘请右朔 处理自家的税务案件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右朔又想建立一个 法务代理人系统 便再次找到金前辈 请求其帮忙筹集人才 但金前辈此时已经被吊销律师执照 且正为另一桩国安法案件感到揪心 正愁找不到合适的辩护人 无暇顾及右朔这笔赚钱买卖 便拒绝了他的请求 可没过多久 金前辈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便主动找到了右朔 请求帮忙 可右朔一听是国安法案件 便畏缩了起来 说自己只是个赚钱的税务律师 不想参与此类事件 金前辈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到底是什么案件 上金前辈这样的人物都感到左右为难 甚至找不到愿意担任辩护人的律师呢 原来 此番事件非比寻常 是继光州事件后 相关部门进行的第二次镇压活动 称为辅读联事件 被派到釜山来的车东英警官 以非法集会阅读左派书籍之名 强行逮捕了九名大学生 将他们囚禁在海边的一处私人监狱中 利用酷刑驱打成招 逼迫他们写下承认罪行的自书书 九个孩子里 顺奈嫂的儿子郑宇也在其中 起初 就连顺奈嫂都不知道儿子已经被化为赤色分子 他关掉汤饭馆 四处苦苦寻找了郑宇近两个月 中间甚至去了无数次医院的太平间 却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而右朔多日见不到顺奈嫂 从邻居处打听到了郑宇失踪的消息 便嘱托驻守冬昊帮忙寻找 可冬昊朝到最后 发现此案涉及国安法 便没敢告诉右朔 怕他意气用事 掺火进来 自毁前程 终于有一天 面容憔悴的顺奈嫂 拿着一张庭审通知书 来到右朔的事务所 请求他帮忙把郑宇救出来 原来郑宇已经被转送到当地派出所中 但警察却拒绝顺奈嫂进行探监 他只能找到右朔这里 苦苦哀求他伸出援手 但右朔当时必须出席一个重要的商业会议 只能先行离开 当天傍晚 右朔一结束会议 便独自辗转找到顺奈嫂的家 答应会帮他主持公道 第二天一早 右朔便和顺奈嫂一同来到派出所 要求对郑宇进行探监 并说这是法律赋予囚犯的基本权利 狱卒为他的架势震慑住 只好在请示过上级后松了口 而这个上级便是辅读连事件的另一个策划者 检察官江炯哲 他将在审判中对被抓捕的九名学生提起公诉 当奄奄一息的郑宇 被狱警粗暴地拖到接待室时 右朔和顺奈嫂都震惊不已 当初那个活泼开朗的男孩 已经被各种酷刑折磨得不成人样 嘴里喃喃自语着各种忏悔的话 只有在看见妈妈的那一瞬间 他作为人类的意识 好像才恢复过来 与母亲拥抱痛哭 望着儿子身上轻一块子一块的伤痕 顺奈嫂心如刀角 愤怒地控诉着眼前的狱警们 等到郑宇再一次被强行带走时 他再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当即昏倒在地 看着曾经的恩人经历这样的折磨 右朔也于心不忍 在连夜阅读完被定义为非法书籍的书后 右朔发现 这些书一直在市面上流通 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书店买到的商品 而且学生们应该也只是在举行最普通的读书交流会而已 黎明时分 熬夜看完所有书籍的右朔找到金钱被加 要求成为郑宇案的辩护人 并承诺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审开始 右朔在法院遇到了负责此案报道的润泽 但润泽依然对他嗤之以鼻 认为他是有钱没处花了 才会来这里找点乐趣 开庭前 法官私下邀请双方见了一面 暗示三方配合 将社会舆论影响最小化 国家利益最大化 右朔冷眼相关 只想按照本心进行辩护 开庭了 顺奈嫂以及其他家属也出席了审判 右朔先是用无可辩驳的法律条文 要求法官给孩子们松绑 但随后 法官还是无视赈宇的证词 将他们被严刑拷打写下的自述书 采纳为重要证据 同为辩护人的行业前辈 朴律师劝诫右朔 负责国安法案件 一定不要与法官起冲突 只要尽力去争取 给被告人减刑就可以了 但右朔认为 只要是无罪之人 就应该收到无罪的判决 二刹时 右朔拿到了英国大使馆 对于非法书籍中 相关英国书籍的反馈 证明这些书都只是普通的历史书籍 学生们是可以阅读的 被告人只是一群 因为没钱买书 而只能借着读书会的名义 来传阅书籍的穷学生 应该受到表扬 而不是责罚 庭审结束后 哑口无言的江检察官恼羞成怒 委派下属开始干涉右朔 与海东建设的合作关系 三审开始前 右朔通过探监圣语 辗转推测出了海边监狱的地址 便独自一人前去调查 在那个阴暗如洞穴的地方 他无法想象 孩子们曾经受过怎样非人的折磨 一身反胃的感觉 侵袭着右朔 令他对眼前的一切 感到厌恶无比 就在这时 车警官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威胁他 按照司法机关的意愿辩护 不要横加干涉 但当远处传来韩国国歌时 车警官还是立刻原地立正敬礼 神情庄严肃目 并放右朔离开 车警官的父亲死于625事件 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警察的存在 不是为了抓犯人 而是为了预防犯罪的发生而存在的 但作为儿子的车警官 却只知用自己的方式盲目爱国 连国家的意义为何都不知道 审判开始 右朔揭发了孩子们被言行逼供的事实 并要求车警官出席担任证人 听闻孩子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 旁听审判的家长们纷纷当庭抗议 要求将施行警察神之以法 但还是被强行镇压 此次审判结束后 海东建设迫于压力 要求右朔放弃镇与案 否则便解除合作关系 右朔坚定地选择了拒绝 助手东昊告诉右朔 从这一天起 他安稳的人生便已经被自己一脚踹了 但右朔已经下定了义无反顾的决心 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坚持到最后 目睹了右朔在三次审判中的勇敢辩护后 顺则深受触动 便如实填写了报道交给报社 可当新闻出来时 右朔却被改写成了 对赤色分子辩护 引起法庭骚动的卑鄙小人 进而成为国民的仇人 就连四审进法庭的路上 都难免被扔鸡蛋 再次相见后 顺则赶在庭审前 将自己的西装和衬衣换给右朔 支持他带着体面继续辩护 两人兵斥前嫌 四审开始后 右朔对出席证人的车警官提问 孩子们的伤从何来 车却罔顾良心 推说那全部是自虐造成的伤痕 而当右朔提问他 国安法是否能够凌驾于宪法 在被告人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 强行关押两个多月时 车还是不屑一顾 最后 当右朔提问他何为国家 车依然顾左右而言他 认为 凭借自己13年公安经验 得出来的任何结论 都不可能有错 并作伪证说 没有对任何被告言行逼供 庭审结束时 朴律师告诉右朔 是他的坚持 将这场审判 推向越来越不可挽回的深渊 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 右朔发现 事务所莫名被封 儿子建宇的行踪 也遭到了神秘人的监控 但他依然不改初衷 终审来临前 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 被派遣到釜山 参与此次辅读联事件的军医 尹上驻中尉 再也无法忍受 将检察官和车警官 满口谎言的行为 主动找到右朔 要求为此案作证 得到这一消息后 右朔赶在开庭前 向法官提出了 增加证人的要求 审判开始 右朔请润泽 帮忙请来了一批 外国记者 记录证词 尹军医出庭作证 证明学生们的自属书 都是在车警官 及其手下的 严刑考打下写出来的 不具备任何法律价值 借此关键性证言 右朔提出 判定被告人无罪 遗憾的是 控方使用轨迹 谎称 尹军医是一名逃兵 并强行将其当庭带走 证词也被判无效 无论是右朔的抗争 还是被告人父母的眼泪 都无法打动冰冷的判决 一切已成定局 审判结束了 法院最终判决 所有被告人 两年后获得假释 检察官一方 也以右朔方不再上诉 作为妥协 顺奈早感恩右朔 为此案付出的诸多心血 右朔却觉得 自己做得仍然不够 1987年 已经成为一名民主斗士的右朔 借由追悼会民意 带领市民走上街头 呼吁民主的到来 将釜山变成第二个光州 面对迎面而来的镇压部队 他面无巨色 以一人之地 对抗千军万马 这一次 当右朔因为集会示威被捕时 全福山142名律师中 有99名出席了审判 共同担任右朔的辩护人 奉着这些曾经对他蔑视 如今却誓死捍卫其权力的人们 右朔潸然泪下 辩护人宋右朔的故事 改编自韩国前总统卢武炫的亲身经历 并在2014年改变了历史 案发33年后 辅山地方法院对当年被称作 辅林事件的案件 进行了二次宣判 最终判决五名被告人无罪 八年抗争苦 不及沉默悲 他人纵不解 我心安如衣 勿不入地狱 谁肯入地狱 破腹沉舟去 但求不复兴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只有真的勇士 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敢于屹立于漫天的烟尘中 发出人群中第一声呐喊 因为那些为人民而奋斗的伟人们 永不会被遗忘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